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王老师讲中国历史故事, 今天去到第21集, 就是齐桓公称霸。 上一集我们讲到, 自从周平王冬迁, 去到东周时代, 周天子中央权位日渐衰落, 甚至他的力量连一些个别强大的诸侯国, 都是不够抗衡。 所以上次出现了, 是郑庄公抗命的事件。 而去到后来, 东周的发展, 就进入了所谓的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 就是自平王冬迁, 去到三家分进。 而三家分进, 直至秦国正式统一全国, 就为之战国时期。 上一集都了解过, 其实春秋时期, 诸侯之间的纷争多了很多, 战火不断。 一些力量厉害的诸侯, 经常欺负一些力量小的诸侯, 并且有机会吞拼这些小的国家。 而大的诸侯之间, 是不断抗充自己的国力和军力, 去争夺霸权。 而春秋时期, 先后出现了五位霸主。 而首先, 清霸的是齐桓公。 齐国本身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大国。 齐国的开国君主, 就是姜上, 即是姜太空。 亦是西周灭霜的头孔神。 周武王除了封了他在营丘这个地方, 做齐国诸侯之外, 去到周武王去世之后, 盛王仍然对他非常倚重。 甚至是赐予了讨伐其他诸侯的权力。 即是说, 如果有其他诸侯不守规矩, 横行霸道, 或者得罪天子, 一齐国拥有代天子, 去懲罚他的权利。 而刚才也提到, 周室冬天后, 地方小了, 力量也博弱了, 只是挂名的共主。 所以周天子如果激怒了力量强大的诸侯, 那些诸侯公然跟他对抗。 但是, 始终我们都要给回, 即是那些诸侯国都要给回天子一些薄面。 他们虽然可能公然跟他对抗, 但是, 他们也没有过心态去灭了天子。 所以当时, 有些强大诸侯国, 是想出来清霸的时候, 他们都往往打起了尊重周室尊王的旗次, 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齐焕公去清霸也是用这个模式。 为了达到清霸目的, 齐焕公举起尊王酿依的旗次。 尊王即是尊重周室, 酿依就是征套一些入侵的外敌。 当时, 这个口号得到很多诸侯国的支持, 而他也值周天子的名义, 希望一些小的诸侯国, 可以听他的命令。 而他就是马首是尖, 作为诸侯国之间的领袖。 而且, 哪些人不听话, 他就去惊罚和谈兵。 而当时, 有个国家叫宋国, 就发生了内乱。 齐焕公, 就像主持正义, 有点像现在美国, 请周天子出面干预。 周天子自己都没搞定, 根本没力量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 顺水推走, 就委托齐国, 代为处理内乱。 齐焕公, 就联合了宋国, 老国, 陈, 蔡, 鄭一卫, 朱等等的国家, 在北方开会, 惠盟, 共同商量, 如何评定宋国内乱。 而当时, 宋国国君, 虽然参加了惠盟, 但他又不想, 齐国干预他国家的内政。 当大会还未结束的时候, 他就不辞而别。 本来齐焕公, 希望很风光地做盟主。 但是, 反而宋焕公, 还有一个国家叫老国, 老庄公, 都是不给面子。 因为老国就是以前周公, 亦都是周朝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周公的后代。 所以, 他都不给面子齐国。 所以, 齐焕公就很无人了。 当时, 有个重要的大臣, 叫管仲, 他建议齐焕公, 首先攻打老国的附庸国。 即是, 哪些是听老国话的国家, 先搞定他, 让老国没那么囂張。 齐焕公亲自率领大军出征, 果然, 吓死了老国国军。 老庄公立即召集大臣商量对策。 但是, 当时老国的实力, 实在不及齐国那么强。 最后, 只好苦手清晨和齐国和好。 虽然老庄公想讲和。 但是, 齐焕公, 当然, 没有被他过得那么容易。 之前叫你来, 你又不来。 现在就讲和, 有那么容易。 当时, 老庄公带着大臣曹没, 就来到齐国。 当时, 齐国上下, 都是那些士兵, 都站在那里。 哇, 当时整个朝廷的气氛, 非常地缩细, 令到老庄公不寒而律。 好似说, 整班人曬马地恐吓老庄公。 但是, 当时, 老庄公身边的大臣曹没, 曹没, 他一个战步, 就冲了上去齐桓公, 用利剑挟持齐桓公。 要齐桓公退还侵佔土地。 曹没, 以死相拼。 齐桓公说, 哎呦, 我不答应你, 是不是负责我? 我杀了你, 没用, 我自己的命也没用。 所以, 在利剑挥逼之后, 只好答应曹没的要求。 这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勇士。 但是, 当然, 齐国答应了之后, 齐桓公当然觉得, 很不服气, 亦都不想去归还这些土地。 他就想杀了老庄公和曹没, 但是, 当时, 管仲就跟齐桓公说, 皇上, 你不要意气而用事, 你作为皇上, 君子, 这个呢, 快马一边, 你说得出, 就要做得到。 中国有句说话, 君子一言, 这个呢, 快马一边, 即是说, 你说得出, 这个承诺, 不太容易可以收回。 管仲就说, 如果你反口, 那就会失去天下人的支持。 所以, 你也是遵循一个约定, 是归还土地给老国, 大家和和平平就算了。 齐桓公都认同管仲的想法, 所以其他国家知道了这件事, 都称赞齐桓公, 是言而有信的。 那么, 搞定了这个老国之后, 威吓了他之后, 齐桓公就又借天智之名, 是讨伐宋国了, 这次。 之前, 你打算帮你平定内乱, 你又态度囂张, 这么困, 是的, 所以, 齐桓公就今次去讨伐宋国了。 那么, 去到宋国边境的时候, 当时齐桓公有个大夫, 叫灵戚, 就跟齐桓公说, 这个宋国国君目无天子, 非常之无礼, 我们对待宋国, 不妨先礼后兵, 如果能够兵不血人, 令到宋国归顺, 更加显示大王的威望。 齐桓公听了之后, 立刻心动, 有什么被, 不用出动军队, 不用牺牲生命, 而得到好处, 得到对方的可能是, 礼物也好, 钱财也好, 土地也好, 不战而屈人之兵。 而且, 如果宋国也是怯于齐国的强大, 而屈服其他小国家, 一定纷纷去效法, 齐国的国力和威望, 更加如日俱增。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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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国已经危在弹直了 宋环公听了之后 立刻心头一惊 就问了,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灵戚不回答反而问 大王与周公相比,哪个比较好一点 宋环公说,我怎敢与周公相比 灵戚就说,周公私言若鹤 有人求见,即使在吃饭 都将嘴里吃的东西套出来见客人 大王,你现在国家那么差 又不能离言下试 聪明的人,来到,你都未必去见 你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又没有炎能的相助 你怎样与齐宋环公抗衡 宋环公听了之后,真的觉得有道理 这个人都有一些自知之明 他虽然不废,他都不会自为事 这个世界最麻烦的有些人 就是自己以为很聪明 但又无聊 最后搞个档摊 灵戚就向宋环公分析当前的形势 指出当中的利害,就劝宋环公主动认错 希望得到天子的良解,和齐国结盟 但是宋环公怕,我会不会归顺之后 齐国反而来搞我 但灵戚就以老国,虽然得罪了齐宋环公 去见齐宋环公和周天子 周天子收到礼物之后 当时周天子都无关事 根本是齐宋环公控制整个局面 而宋环公送给周天子之后 亦向齐宋环公认错 说当时不辞而别是不对的 后来齐宋环公又出征 当时邀请了老、宋、陈、蔡、黄、曹、朱等 又在欣开会 一起去到增加声势 叫国家越来越多 在那里承认齐宋环公的盟主地位 而齐宋环公亦都在这次汇盟之后 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刚才也说集结了这么多国家 除了提升自己的威望 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亦真的有些军事行动 真的约在一起出征 后来北方有个外族的山庸 向燕国发起攻击 燕国不够打了 向齐国求救了 齐宋环公领联军亲征 当然主力是齐军 击溃了山庸的进反 燕国当时的君主 燕庄公对齐宋环公非常感激 心甘情愿尊齐为盟主 从此之后齐宋环公的威望更加高 而后来齐宋环公也率领朱厚 讨伐南方的楚国 也参与了周天子的废 当时周天子就是周慧王 想废太子郑 但是齐宋环公全力支持太子郑 所以后来太子郑职位后齐宋环公的地位更加巩固 更加厉害 因为皇帝也是我支持你 所以周天子自然要更加给面齐宋环公 而去到西延元前651年齐宋环公以招待周天子的事者为名 邀请了各个诸侯在一个地方叫葵休开大会 这次的大会 汇盟也是齐宋环公九会诸侯 曾经开过九次大会 就是叫诸侯一起去到商讨 名为商讨 实际就是讨好大会 拆鞋大会 九次入面规模最大一次 亦都是齐宋环公去到霸业顶峰 齐宋环公称霸时期吞併了很多小国家 实现了局部统一 亦都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 朱侯争霸的新局面 而后面亦出现了更多诸侯之间的争霸 弱肉强食 诸侯国家的数目也越来越少 为以后中原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其实我们今天提到齐宋环公当中的成功 其中一个因素是离言下事 我们下一集就会讲一个 在齐宋环公的事业上 一个很重要的大臣管仲的故事 再见